我们这里是理学好民,台湾文化公布电台,我们的节目是电脑543 我们今天要来说有关一些手机,重新安装的一些问题 之前我们也有说过这个问题,但是有听众朋友也有欢迎 这个问题有时候开始很难解决的三个问题 就是我们在用手机,你如果用iPhone的时候,你如果去忘记密码 你束手无策的时候,比较麻烦 但是,你如果直接,因为iPhone我们买的 我们直接是拿一阵当初我们买定期的这些资料 拿去那个外婆的代理商,譬如说得宜 它可以帮你解开 那以前的Android手机 Android手机,如果说不及密码的时候 在Android5.0-6.0,差不多进行的手机 如果你不及密码,不及密码的时候 很简单,我们就用手机重置 重置就可以。呃,当然你不及密码,不及密码,不及密码 我们买到安装使用的时候,他会问你的Google的E-mail 买到这里的密码帐号的时候,其实以前就没有这些很複雅的问题 来到我们现在安装,像现在十四,还起来到这里 就过安装6.01后,你如果不记得密码 你再绑在别的电脑上面 我们知道手机都会跟电脑,会把它绑在系统上面 有时候,你如果没登出的时候,你要重新安装 他就会问你Google的帐号 如果你用的是原来那个帐号,但是你密码忘记的时候 你就不能再进一步去做这个启用的动作 这要怎样呢? 因为这个Android手机,他有做这个改变 他做的不通,有做这个改变 当然是为了我们输用者的一些账号的保护 但是这个保护,这个保护我们叫做什么呢? 叫做Google FRP 就是Google的Fatering Reset Protection 这些东西有这个好处 人家是说收到你的手机 那如果以前啊,那就简单了,我就要重安装嘛 那就改划了 但他现在不是这样 现在收到他了,你若是你的手机 你Google帐号都有安装的时候 你没安装,他也没有利用 只要你安装的时候 你这个手机要收到的 除非你用原来的帐号 原来的帐号 又重新安装 不然,人家收到你的手机 会够是我们里面的记忆卡拿出来 那块他拿去用 不然这支手机对来说也不好 这个Google FRP的用意是不错的 保护你的手机 但是有时候我们偏偏我们会忘记 如果忘记你的email 你的email address 或者是密码 帐号忘记的机会 也是有 尤其这么多 以前没有在电话的人 开始用手机 甚至手机都是用你安装的 那这个安装 第一个要先给你称一个 Gmail的帐号 然后设定一个密码 那这些东西 对电话 都没有概念的人 来说 除非你这个东西寄起来 你的email address 和他的password 都把它寄起来 不然你后面 你如果读到这些问题的时候 你这些密码帐号 你如果不知道 这是没人有理法 只有一个办法 不然就是说 当初你在设定密码帐号的时候 通常有时候是手机 手机店帮你设定 他也不晓得 你要用哪一种号码 哪一种帐号 帐号名称 还有密码 通常他 有的人会直接说 不然用你的身份证号码 用你的手机的号码 去当做你的帐号 至于密码 你在自己看你要用什么密码 有的人一问三不知 用芯菜 你就把它重重的就好了 你问这个帐号密码 写一张拐号码 你拐号码要不去 这个情形的时候 万一你的手机 刚一天出问题 越用越万 或是说中毒 你需要去重新安装你的手机的时候 你没有这个Google帐号密码 那就没办法动了 现在来说 其实有一些工具是可以针对Android手机 这个Google FRP 就是以这个保护 可以做解锁 目准来说 目准来说 差不多有 咖啥人 有东西用的这个 解锁的软体 有一个叫做 Lock Weeper 另外一个叫做 iTool Lab 刚才是Lock Weeper L-O-C-K W-I-P-E-R 这个是专攻Android手机使用的 另外这个 我们刚才说的 iTool Lab iToo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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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说起来 这样的程式 都是不够用的东西 而且操作起来也很方便 这也有很多 比如说 刚刚这个问题 有时候有个去手机店 带你处理 你不一定要走去手机 去手机处理 回来说 当然手机处理 要把你解锁很简单 但是,如果我們沒有去玩唱,去唱歌那點的時候,唱歌那點也會幫你處理。 差不多大概都用這種軟體,幫你處理,速度很快。 只要把你的手機用這個軟體,跟你的電腦連到頂, 我們就可以去控制手機,用Google的FRP改掉。 但是,這軟體差不多都要錢。 而且它適用的手機的廠牌,有時候也不一定說有些可以執行。 因為Android手機太多廠牌了。 目前來說,應該是Samsung的手機。 在這一方面的話,比較有錢。 為什麼呢?用的人比較多。 其他來說,就不一定有。 因為有些程式,它是針對你的手機的廠牌。 型號的話,比較不會有問題。 像如果要用這一些方式來做的話, 那我們必須就可能要付費。 不然,提供是從。 其實我們一些像這樣的問題, 我們自己要來處理。 自己要來用你的手機這個FRP的解鎖。 也並沒有說多困難。 我們首先要知道這個Google FRP, 它鎖住你的電腦。 它是利用帳號跟密碼來鎖它。 但是呢, 也是有一些電腦高手。 當然在手機上, 手機跟電腦一樣。 也是有一些程式, 寫一些程式來解鎖。 那我們剛剛說的那三個程式就是這樣。 但是,也會用其他的版本。 譬如說,在你的手機, 你安裝一個這種解鎖的APP。 它可以繞過這個FRP。 也就是繞過這個Google。 Google的鎖定的程序。 可以讓你手機可以重新安裝。 就算沒有密碼,沒有帳號。 你可以重新再輸入一個帳號密碼。 就可以執行。 像這樣的話, 我們就要去了解它的管理。 如果管理知道它後, 其實並沒有人。 它最主要是怎樣呢? 我們如果在手機做到的時候, 我們手機三個事情都沒辦法做。 你只能輸入一個帳號密碼。 正確的,才能繼續。 啊,如何破解這個問題呢? 我們要想辦法在你的手機裝一個軟體。 裝一個軟體。 我們剛剛說那三個軟體是透過電腦。 我們現在不透過電腦。 我們要在手機上裝一個APP。 然後你就可以去解鎖。 啊,問題來了。 你手機沒辦法啟用。 你根本沒辦法裝任何東西進去。 開了機,它就問你帳號密碼。 啊,這一關就卡在那裡了。 你手機,你什麼事也不能做。 啊,像這個時候, 要怎麼去裝這個APP呢? 所以說我們要找它的, 算是它一條漏洞。 什麼漏洞呢? 欸,你就想辦法讓你的手機 要驗證的這個過程。 欸,讓它能夠直接。 不是說跳過設定的這一些帳號密碼。 你讓它跳過。 然後,讓你的手機可以連上網路。 啊,連上網路你要裝軟體的話, 當然不是用你的手機上面的APP。 那是正常開機以後的事情。 啊,我們如果能夠利用它上網, 能夠上到一個網站。 啊,這個網站能夠提供你這一些APP的地方。 那你把它下載回來。 下載回來,你去把它執行。 那就等於在你的手機把這個程式, 這個APP,這個破解FRP的APP裝上去。 啊,這樣就有解。 啊,如何去把你的手機開完機以後, 沒有密碼,沒有帳號。 如何讓它能夠上網? 啊,這個就是很重要的。 啊,其實這個動作並不難。 啊,以目前來講,大概有兩個辦法。 一個就是,你利用你要輸入。 有個輸入。 你手機,當你開始要設定要去啟用的時候, 必須要輸入你的帳號密碼。 啊,輸入的時候就有一個輸入。 一個鍵盤。 哦,螢幕鍵盤。 啊,在這個輸入法上面。 啊,如果你要看廠牌。 啊,輸入法。 在輸入法上面的工具裡頭。 哎,就有一個選項。 不過是,不是每個廠牌都有這種選項。 啊,什麼選項呢? 啊,就是要去設定這個輸入法的一個工具。 啊,進入工具以後。 哎,如果能夠從工具那邊, 直接能夠進到你的流染器。 那當然你就可以用這個辦法。 但是這個辦法不適合所有的Android手機。 以目前來講,應該是Samsung手機。 它有一個它的輸入法。 它預設的Samsung輸入法裡頭, 可以找得到這個點,可以進去。 那其他的手機呢? 那就不一定有了。 因為每一部手機的輸入法都有它自己獨立的一個輸入法的APP。 Samsung有Samsung, Acer, 或是Azus, 或是Sony, 其他的不管是哪一家, 都有自己的一個輸入法的一個APP。 那我們要怎麼知道, 當你沒辦法利用這個輸入法裡頭的這個特別的一個, 可以進到這個瀏覽器。 可以進去找到你相對的手機。 也就是說, 你的Android的版本, 這個Google FRP的解鎖程式, 解鎖的APP。 我們要怎麼做呢? 其實有一個更好的方法, 是用任何廠牌的Android手機。 那就是什麼東西呢? 還是要找回Google啦。 從哪裡進去呢? 從Google Map, Google地圖。 一般來講, 我們一進去以後, 當你不能進去你的系統的時候, 我們的Google Map, 我們可以從Google Map進去。 從Google Map本身, 你開機的時候, 它會讓你選擇嘛。 會讓你選擇一些你的地區。 你要使用怎樣的語言。 在這個過程中間就有一個, 你要選擇你的手機的地區。 這時候就有一個Google Map, 可以讓你點選。 選項讓你點選。 只要有這個選項的時候, 這裡就有個破洞了。 我們直接在上面, 就直接點進去以後, 它會叫出地圖來。 叫出地圖來的時候, 它在直接Google Map上面, 它就有一個Google Map上面設定的東西, 它的選項。 包括它的版本啊, 有的沒有的。 你到裡頭去找。 就有一個可以去閱讀。 這個, 你要在Google Map選項裡頭, 要去找東西的一個連結點。 這個連結點就是在網路上面。 在Google的網站上面。 當你一點上去以後, 你會發現, 你就進到了Google的瀏覽器。 那時候, 就算你的手機沒有做任何設定, 你可以做很多事情。 你可以打一個網址, 比如打一個YouTube網址。 好, 一樣你可以看YouTube影片。 你要找一個Google要做搜尋, 也是可以找到。 也可以使用。 所以說, 你已經達到第一步, 你可以去使用這個瀏覽器。 這個瀏覽器, 不管你是什麼瀏覽器, 不管你是打一間的手機, 打一個手牌。 它瀏覽器, 都有自己的瀏覽器。 這個瀏覽器, 不是你在電腦常用的, 像Edge, 或者是Chrome, 或者Firefox, 或者其他的。 都是他們手機自己設計出來的瀏覽器。 好, 不管怎樣, 你只要能進瀏覽器以後, 你就可以直接在瀏覽器的搜尋上面。 它通常瀏覽器的搜尋, 它是會連結到幾個主要的搜尋引擎, 包括Google, 包括像Microsoft, 一樣, 它也有自己的搜尋引擎。 不管怎樣, 你只要打入你的Android, Android手機的FRP, 解鎖程式的版本。 那通常瀏覽器就可以直接打Google FRP, 然後它會幫你找出一大堆相關的東西, Google FRP的東西。 然後包括有影片都有, 有網址。 然後你找到的東西, 你可能看到的是好多個Google, 好多個YouTube的影片。 那些影片就是教人家如何去破解這個Google FRP的影片。 當然, 對一個你剛接觸, 想要去把它解鎖的人, 這一些是很好用的影片。 你可以自己去找一下, 看你的手機的廠牌。 通常這個是跟廠牌比較沒有關係, 因為我們從這個破口進去, 最主要是要找出你的手機的廠牌, 跟你的Android手機的作業系統的版本。 你是哪一個版本? 你是Version 14、13、12, 或者是再早一點的。 你只要打入這個Version, 再給一個參數, 比如說Google的FRP, 它就可以幫你找到你要的這個APP的程式, 叫做APK,這個程式的位置。 然後你找到以後你就進去, 進去去搜尋, 去搜尋到你要的東西。 你要的這個要解鎖的程式。 通常會有兩個啦, 會有兩個程式需要下載。 就是讓它執行以後, 它就會可以當你要去啟用Google的時候, 它就會可以繞過去, 不需要用原來的帳號密碼。 這個是重點。 所以說, 最重要的就是, 如何讓你的手機能夠進到瀏覽器。 這就是最重要的在這裡。 這個我們就要利用這個, 我們要再輸入你的所屬的地區。 那這時候你就可以從這個破口進去, 就可以去找到相對的你的手機。 Android的版本, 跟你的手機的廠牌, 適用哪一個這種解鎖程式。 當然這個解鎖程式, 這個APP, 跟剛剛一開始我講的這種三個, 那三個程式是不一樣。 因為那三個都是透過電腦, 用USB連線, 直接去改你的手機。 如果說你不是經常在使用它, 你花錢去買, 也沒有什麼意思。 那乾脆拿給人家, 讓人家來幫你解鎖就好了。 那像這種情況, 適合任何手機, 你可以去找。 找到這個APP以後, 你直接就可以 在你的手機上面的瀏覽器的模式之下, 下載回來。 下載回來怎麼安裝呢? 怎麼安裝呢? 通常我們如果手機啟用以後, 它在安裝APP的時候, 安裝這些APP, 用這個APP啦。 它是一個叫做, 一個, 能叫做 package, 就把這個APP 把它打包成一個檔案。 這個檔案是它特有的一種壓縮模式。 因為一個APP, 可能裡頭含有不少的這種副程式。 所以說它是把它打包起來。 所以我們常看到, 我們在安裝APP的時候, 你做備份啊, 我們看到這個APP。 好, 我們只要把這個APP, 透過也在瀏覽器上面去執行它。 執行完以後, 你就把這個程式給裝進去了。 通常像這種APP的話, 它是當你執行去安裝完以後, 它自動就執行, 就把你的這個要進入設定啟用的時候。 它就直接就可以繞過去, 繞過這個Google FRP。 所以說, 經過這兩個程式的安裝以後, 你的手機再重新開機, 然後再重新去選擇你的使用的語氣。 當然那裡頭就有選擇你的語言啊。 這些就有到Google地圖, Google map上面, 可以去設定你的區域。 像這種情況的話, 在重新開機以後, 這些所有的設定還是照以前這樣做。 做到最後的話, 它會問你Email, 然後問你的帳號。 那當然, 如果你之前是有綁定的話, 你打進去, 那你密碼帳號你都不知道, 沒辦法。 但是如果經過這個繞道以後, 你可以用一個新的Email, 你可以再去申請一個。 就在這上面直接就申請了。 再用一個新的帳號, 新的密碼, 你的手機就可以安裝起來。 其實並不難。 只要你找到這個破口, 如何讓你的手機在第一次你要安裝的時候, 還沒到問你帳號密碼的時候, 你能夠讓它進到瀏覽器的畫面, 你就可以解決手機被FRP鎖定的問題。 當然啦, 每一種手機, 你會碰到的情況不一定一樣。 最重要的是, 如何去找到你這個手機, 要解決FRP的APP的位置。 是在哪一個網站。 通常, 這些網站, 其實有一個叫做 FRP2的網站。 它裡頭收集了很多相關的東西。 如果不會的話, 我們剛剛有說過, 我們直接搜尋的時候, 它會有很多YouTube的連結。 裡頭每個都是影片, 你可以去先看看影片, 上面就教你如何, 如何去找這些FRP的程式, 這些APP。 好, 我們現在稍微休息一下, 等一下再繼續。 大家好, 我是江志豐。 你現在所收聽的是, 烈飾和平公告電台, FM97.3。 鋼香社會, 大家上班吃不贏, 加上天氣又這麼熱, 胃口都不好, 真的不知道要煮什麼好吃。 真龍小管, 推出, 簡單又方便的牛肉湯, 可以做這麼多, 也可以做點心。 蔥燒牛肉湯三包, 清燉牛肉湯三包, 九六豬腳, 金綠湯三包, 只要烈飾和平的聽眾。 再上蔥燒牛肉湯兩包, 總共十一包, 只要一千三百八十塊。 十一包,只要一千三百八十塊。 只要一千三百八十塊。 牛肉湯在電鍋蒸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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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蒸, 十一包, 一千三百八十塊。 貨到戶款, 二九七三, 控訴控救, 二九七三, 控訴控救, 謝謝。 兒子啊, 早上郵差, 送來一張國道通行費欠費的行政文書, 上個月過戶給你的車, 沒有繳通行費嗎? 哎呦爸, 我忘記去繳通行費了啦。 按時繳交通行費, 是我們應進的義務喔, 你趕快去申拜ETEC自動儲值和電子帳單, 半位以後啊, 就再也不會忘記繳費了。 上國道請按時繳交通行費, 以免受罰。 查詢通行費詳情可洽克服專線, 零二七七一六一九九八, 或下載ETEC APP查詢。 以上廣告由高工局提供。 大家好, 我是曾婉婷, 在資源匱閥的花蓮地區, 目前有一千多位職務人, 及重度失能者。 為了疏解這些家庭的困境, 創世資金會正籌建花蓮分院, 邀請您支持籌現計劃, 讓我們一起把愛籌回來。 愛心專線 02-8966-4306 02-8966-4306 阿浩伯阿, 你怎麼知道政府有提供什麼社會福利嗎? 像吉蘭叫做老人福利, 新生種類福利, 才是國民年金。 哈,這麼多喔? 對啊, 才去八點到晚上十點, 你都可以看不用夫婦的專線, 一九五七, 哪有專業的社工為你服務, 必要的時候, 還會通報給政府這些公司提供協助喔。 這樣我快來了解一下啦。 一九五七, 譯�zen文請, 以上是衛生好利嗎? 我們會當 STEM particularly • 修理修理,有一条法,会贴 我们这是李小平台湾文化公布电台 我们今天有关手机要重装的时候 会读到Google的认证 因为现在的手机都有做Google 包括现在的Android手机 它都有一个Google的FRP的一个认证 就是Fater Reset Potation 这样是在保护我们的手机 万一你丢掉了,人家想捡到你的手机 还想把它重置,还要拿来自己再使用的情况之下 就保护你的手机,才开始有这一种方式来保护你的手机 有人说是这样,因为我们现在很多人会去买二手的手机 李手的啦 李手的手机,你当然你如果是住手机那点买的时候 它都会帮你处理的啦 那现在因为我们会去买二手的手机 那现在因为我们会去买二手的手机 买二手的手机 最新的也是有 目前在市面上很新的手机也是有 当然它的来路不明啊 有可能叫手机那叫脱退去啦 你手机那不记得 现在很多人都不去买二手机那 买二手机那叫脱退去 坐脱退去,坐脱退去 留在里面 它是现在买二手机那 以前是说iPhone 你买到iPhone也没效 因为你没办法解锁 没有那么简单啊 大部分都会直接去找Apple 找那个iPhone的经销商 当然你有买手机的一些平正在的 它可以帮你解 不然你花钱它也不会帮你解 Android手机比这不一样 所以说Android手机 现在虽然有这个保护啦 但是有可能啊 我们是去买二手手机 啊你刚刚手机那时候 会给你解决 啊你刚刚外面买的 还是说 我们的手机 是我们长辈的手机 他什么密码 帐号他也知道 他会用卡电话 也会用like 也会住在上面 看YouTube 他就说很厉害了 那些都帐号的也不再给你问嘛 那一边你把设定好 你把安装好 一切都解决掉了嘛 像这个正行的时候 我们手机那儿也是我们的 但是我们就是 看到拿到手机那儿 我们束手无策 你家里没有去找 找这个手机那儿 他们会帮你处理 但是要复费 啊 那我们自己来做 就 就 更没这个问题啦 我们自己 很简单 就可以把它解掉 啊 这可能啊 如果你有读到这个问题的时候 最近就是又有一些朋友 也在问我这些问题啦 所以说 其实不难 只要你知道方法 你只要让你的手机能够进入到 这个浏览器的模式 可以上网的模式 当然不经过这个FRP认证 刚我有说过 几种方式 从输入法的设定上面 选择的区域 或者是从Google map上面 去做区域选择的时候 就有这个破口 可以让你去执行你的浏览器 只要你能够执行浏览器 你就可以去搜寻到你这个手机 可以 要破解这FRP的一个APP 这样的话大概就成功了 至于这个过程 并不难 难度啊 我说到 你 甚至你用搜寻的方式 你进到YouTube去搜寻 搜寻什么 Google App 破解的方法 它就有很多了 很多这种影片可以看 从中间 你就可以知道 怎么去做破解了 这个过程并不是很难 好 啊 这个有关于手机的安装 你重新安装的部分 我们就先说到这 我们手机通常用一段时间以后 它的速度会 你会觉得变很迟钝 再来就是耗电 啊 本来 我穿得慢 啊 用的 用的时间 哦 现在 用的时间 有很大的差异 就是说 耗电会异常 哦 通常这些问题的话 大部分 大部分都是你手机 里面的东西 你没精力 啊 还是说你的手机 系统出了状况 啊 这些状况 包括你安装的APP 你使用的APP 造成的都有 很多机会 尤其现在很多 标榜说 装了我这种APP 你的电脑 你的手机 安全性会提高 啊 然后你的手机 啊 它有一些 叫做 帮你重整啊 帮你 清除一些 哎 哎 哎 叫做 占用记忆体 哦 过多的这些功能 其实这些程式哦 哎 你不装还好 装了以后 反而加重你的手机的负担 啊 变手机哦 很耗电 哦 还有手机也变 较慢 啊 像这个进行的时候 哦 我们大概只有一个办法 哦 大概就是 重新 哦 重新 去安装 你的手机 啊 也就是说 我们刚刚说的 叫做 系统重置 哦 咱 当秋季上头 这个设定里头 有个选项 叫做 系统的重置 啊 重置 它又有分两种 两种方法 哦 两种 做法 哦 一种就是说 把你的帐号 哦 哎 在这部手机做移除 哦 那里头的程式哦 哎 它就不会帮你保留 哦 都不会帮你保留 然后你经过过这个重置 哦 以后 哦 那你的手机 啊 就回复到 原来 新手机 买来的时候的状态 哦 就要进入 重新安装 但是这样 哎 不见得能够解决问题 哦 所以说手机上面有一个所谓的工程模式 哦 工程模式 那工程模式 它可以哦 哦 让你的手机里头的所有的记忆体哦 哎 的 资料啦 哦 全部一次移除 哦 它只剩下什么呢 只剩下原来的Android作业系统 哦 哦 的程式在里头 那 那些程式 也是看不到的 哦 跟电脑的 哎 这些厂牌电脑啦 哦 啊 丁头 系统回复 同样 在你的硬碟的 啊 一个partition里头 by window 的 这些安装程式 哦 啊 复原啊 复原的程式啊 哦 也就是说 它的厂 工厂 原设定的 这一个程式 哦 是摆在里头 手机一样有这个东西 哦 所以说 看到有些你 经过哦 这些手机 也 资料从事 不一定能解决的问题的时候 我们就必须要进入工程模式 那工程模式一般啊 都是按power键 哦 啊 同时 哦 去按 这个 音量 大 或者音量 小 啊 有的是 会power键 配合你的手机上面有一个实体的home 哦 实体的 首页 那个按键 也有 哦 不管那样 你的手机 什么厂牌 啊 可能是 这种组合键是不一样的 啊 这些都可以在网路上找到 啊 当你找到的时候 只要同时按下 那 诶 这个组合键的时候 通常是 至少五秒钟啊 哦 你就会进到 所谓的工程模式 那工程模式上面有好几种 选择 啊 其中 有一个可以清除你的所有的GET 清得干干净净 哦 啊 当然 不包括你的 这个 这个 作业系统 那部分 那如果清掉就 事情就大掉了 哦 啊 你手机可能就要 送了 送了 送的工程器 哦 啊 但是哦 你进去工程模式要 有些项目千万不要进去 选择 啊 啊 如果你选择的话 啊 你可能后果会很麻烦 啊 但是 他里头也有一些 我们也可以做的哦 哦 咱刚才说 你如果不知道 是不要去 选择到 你不知道的 一些选项 他其中有一些选项 譬如说有一个叫做 他可以把你的系统 我们刚刚说 你的手机上面的系统 他是不会帮你清除 但是 万一 那个系统是坏的呢 哦 有可能啊 哎 记忆体的东西很难讲 哎 我就没赌到 哦 哎 你经过这个重置以后啊 怎么安装也安装不起来 那就表示你的记忆体里头 这一个原始的程式 哦 这个 source file 哦 叫派去 啊 这 我们自己可以叫 哦 当然你如果会叫 那就叫 不叫 大概就只要 只好送手机店 或者送原厂 哦 不用那去叫呢 他有一个选项 叫做 从你的SD卡 去读取 哦 你的系统程式 哦 有这个选项你就有救了 哦 啊这个是工程模式里头的一个选项 啊 这要怎么叫呢 这时候就需要电脑了 哦 你用电脑去搜寻 你这个手机的厂牌 哦 当然你的手机 哦 他使用的Android是哪个版本 哦 不是 让你自由选页的啦 啊 跟电脑不一样 我这台电脑我现在要用Window 7 那我还有Window 7的光碟片 有Window 8的光碟片 哦 那我要用Window 10 Window 11 我们可以自己选页 哦 啊 但是手机哦 哎 不行哦 哦 他这个机型 通常他只能适用 大概 你 当初买的时候的Android的版本 的前一个版本 哦 或者是你买来的时候哪一个版本 那人家跨越在高一阶的版本 不一定能用 哦 所以说你要弄清楚哦 原来你的Android手机 是用哪一个版本 哦 这也是网路上可以找得到 找到以后你就可以直接哦 去官网也好哦 也可以去下载 下载这个package 这个作为系统的一个包装 哦 啊 然后你利用电脑下载以后 把它装在哦 你 你的 呃 记忆卡上面哦 一般的话就手机的那个 MicroSD的记忆卡 哦 利用读卡器啊 读卡器啊 啊 在电脑上面下载 下载以后把它装到你的 哎 MicroSD的记忆卡里头 然后你再把这个记忆卡 装在 手机里面 哦 装到手机哦 就把那个 手机上面那个 记忆体跟SIM卡的那个卡槽 哦 拉开来 装进去 那装进去以后 哎 开机的时候 就是 刚刚我说的 利用复合键 进到工程模式 然后进到工程模式以后 哦 那就一个选项 哦 我们就从SD 哦 它上面有个选项 把系统安装程式 哦 从SD 把它装在你的手机的记忆体里头 那你的手机 记忆体本来的这个作业系统 如果是坏掉的话 那通常不会是硬体的 都是软体的问题 哦 啊你只要把它 把这一个 下载回来的 这个 版本的Android 的作业系统 哦 把它 从 利用这个工程模式 把这一些 读到你的手机的记忆体里头 你再重新开机 啊这时候 你的作业系统 哦 手机的作业系统 它就会用 你刚刚 啊 装进去的 拷贝进去的 这个作业系统 哦 但是切记 哦 哎 这个版本要注意一下 哦 不是你说 哎 啊我既然这样 我可以用比较新的版本 哦 装进来 那不见得会能够正常的运作 哦 所以说这点 呃 至少你 就先把这些 系统问题 搞定 哦 啊你就可以 把你的手机 再重新安装 哦 跟你 你当初买来的时候 哦 是一样 哦 一样的功能 哦 至于要不要再更新更新的版本呢 当然我们可以用手机上面的设定 哦 里头的软体更新 哦 哎 那个选项 然后让他自己去判断 哦 判断说你的手机能够更新到什么程度 哦 通常啊 都是同一个版本的修订 他并很很少说 手机他可以接受更新的版本 哦 通常是大概就是那一个版本 哦 啊 他有几个 哎 这种修订版 哦 然后去补足他里头的有一些bug也好 或者有一些新增的功能 哦 大概只能做到这个程度 哦 因为手机跟电脑毕竟是不一样 哦 可以做的系统不是在你自己判的 哦 我们可以自己判断的是 那些程式 那些APP的版本 哦 但是还有一点哦 哦 一般我们手机上面的APP 哦 那些应用程式 哦 手机本身 哦 比如说这个Android手机 本身有些负载里头的程式 哦 那叫做所谓的附属应用程式 那一些东西 有时候也需要去更新 哦 所以有时候我们会做到 哎 有一天你打开你的YouTube 他跟你说你的YouTube版本太旧 要不要更新哦 哦 还有碰到什么呢 碰到譬如说LINE 哦 其他的这些通讯软体 哦 啊有有更新的来 哦 那我们不去安装 以外可以去执行哦 啊像一些那个 这个电子支付 哦 这样的 东西 都有更新的问题 哦 哦 啊这些东西哦 啊 啊 你的大部分啊 哦 它是配合你的Android手机的 呃 就是作业系统的版本 在跑 所以说你的手机 如果 呃 比较老一点的手机 很多新的APP是没办法执行 哦 啊你也不用 呃 呃去担心哦 呃 他 呃下载回来能不能执行 哦 通常啊 呃如果你透过他的自动更新的话 他都会把它复裂掉 哦 啊如果你执意要去安装 哦 执意安装的时候 通常他如果没有更新的这个 呃画面出来 西尊 你要执意去安装的话 那就不一定能够 呃 让你能够安装 哦 他就直接告诉你 你的版本 哦 太过于老旧 不能使用这个APP 啊 啊所以说 我们手机有些APP 呃 我们是有必要 把它备份起来 哦 不然你 比如说 比较旧的手机 有的人不是说 我这支手机 哦 呃 譬如说我三年以前 四年以前用的手机 啊我 我 还没派了 啊但是因为 我感觉速度越来越慢 哦 本来他的 这个作业系统也比较高 哦 啊 功能也不好 你也比较好的手机 啊 旧的那支手机 哦 其实也很好用 啊 很多人会拿手机来做什么呢 做照相机 啊 做录音机 哦 啊来看YouTube 那支手机 哦 啊他 功能在 局限在这些使用 哦 这个这些 用途啦 啊 如果其他 比较新的软体 哦 你想要安装 他也不见得让你安装 因为你的版本太老了 哦 啊像这个情形哦 是我们常常会碰到 尤其有些人 更爱玩手机的 两年玩一支 嘿 嘿 这些是这样 差不多四五年 嘿 手边手机一堆 哦 啊不是派啊 没派啊 但是就是有这些问题 啊也没关系啦 其实很多城市 哦 是不一定 说一定要用最新的 哎 这个APP 那我们如何去 找一些旧的这些APP 其实 网路上要找 还是找得到 啊 啊 所以说 像这种情况的话 我们势必要把以前手机的APP 自己把它备份起来 啊这样的话就可以拒绝很多问题 好 我们今天就说这些 好礼拜再见 这种肯定 是啊